尊敬的各位大法师们 尊敬的各位佛友们 尊敬的各位同修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历临2015年马来西亚沙巴 卢军红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 首先感恩前来祝园的大法师们 也衷心感谢为本次盛会 辛勤付出的佛友们义工们 再次感恩大家 观世音菩萨活光普照甘露变洒 心灵法门为我们点亮心灯 开启心灵之门 心灵导师 世界和平大使 卢军红台长 二十年如一日 无私望我救度众生 将佛法与和平之光 普照世界 是全世界七百万佛友 学佛念经改变命运 灵业世纪举不正举 受益人群不计其数 卢军红台长广获国际认可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二零一四年 意大利七百七十年历史名校 歇纳大学 特别任命卢台长为荣誉客座教授 将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 是累世佛员与书胜因缘成就了今日的相聚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成全书胜因缘 感恩师父卢军红台长 慈悲成愿 普度有缘 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 要以师父为榜样 弘扬人间大乘佛法 广度天下有缘众生 让我们携手将心灵法门 佛法之音传遍四方 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照亮世界 祈愿世界和平 众生安康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普将甘霖救度众生 感恩龙天护法 庄严护法 让人间有更多的净土和莲花 感恩马来西亚的弟子和佛友们 惺惺的付出 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法师们 及义工 愿人间佛法常驻 佛性永存 人间天灾人祸不断 我们的生活的地球 犹如我们的家呀 但是我们的家中经常有水灾 旱灾 地震 海啸等伤害着我们 但是有更多的是我们精神 无形的压力和创伤 伤害着我们的心啊 所以更多的癌症 精神问题造成了人间更多的伤害 那就是自杀 车祸 家庭问题 更是直接伤害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啊 所以必须正视这些问题 就必须好好地来学佛来修心啊 知音懂果 那是我们提升会命啊 发现自己的会命 抓住自己的善根 在人间普度有缘众生 让更多的人离苦得乐 那是我们人间菩萨必须要做的 一件伟大而荣有光荣使命的一件大事情 1月2日 一位听众打进电话 他说总觉得先生呢 是在欺负他 台长呢 就带他看到了他的前世 是一个男的 他正在欺负他的老公 还在家里闹离婚 因为他自己做梦 全部看见了他的前世的情况 所以现在的果报 就是他前世所造的因啊 一切因造成了一切的果 所以因果真实不虚啊 2014年 世界的空难 已经造成了将近一千多人的死亡 上海的彩塔事件 让有很多的人活不到2015年 从过去讲教 这个人过不了年关了 所以第二天就有心灵法门的人 在博客上 说他做梦做到了 上海外滩有一批批的人往下倒 就是在事发前的两天 说明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并非是偶然的 想一想 所有死去的三十六位都是没有一个超过三十岁的 所以棺材不是装老人的 希望年轻人好自为之啊 希望我们的人要懂得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不要等到哪一天走了 那个时候才后悔 那时候才会真正的觉得人生无常 晚矣啊 一个人不修行 他就会轮回 一个人不停地在人间在轮回着 想一想 我们的父母亲把我们生出 然后我们变了老了 我们又有孩子 孩子又会有孙子 子子孙孙那是无穷无尽的 这就是轮回啊 今天吃了早饭 明天还要吃早饭 每一天的轮回 让你在这个世界上 懂得了一个真理 那一切都是虚无和空无的 希望大家学佛 就是要懂得 我们在人间受的这些折磨 到底为什么来受折磨的 大家想一想 折磨就是无明的苦啊 为什么 我们不明白才会折磨呀 想一想 夫妻争吵 天天吵架 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上辈子是冤家呀 所以这辈子你就会像冤家一样 不停地在争吵当中度过这个一生啊 所以你一个人不明白是最苦的人 想一想 小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 我们苦不苦啊 这个也不知道 那个也不知道 台长告诉你们一个小笑话了 小时候有一个听众告诉我说 他的爸爸妈妈逗他玩 有意地给他一根香蕉 孩子不懂 最后连香蕉皮和香蕉一起吃下去了 这叫无明 不懂啊 人活在世界上 不能不懂啊 但是有多少人能懂呢 有多少人能知道这个宇宙空间 三千大千世界 是何等的庄严和复杂呢 我们伟大的佛作在两千五百年前 他就看出了这个宇宙 科学家都一一证实了 那就是我们的太阳系银河器 和我们所有的地球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因为无名 我们就会烦恼不断 烦恼不断 心无片刻之乐 也就是说人不会有快乐 因为你不明白 所以你才不会有快乐 我们人天天在争名夺利 永无休止当中啊 讲一讲 多少人为了一个名 而舍去了多少自己的慧命 多少人为了一点钱 连自己的亲戚都不认呢 讲一讲 贪心恨的心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贪心和恨心是人的劣根性 一个人从小就会贪的 这个我要 那个也我要 要不到了就开始恨了 所以这样的贪心和恨心 我们哪来的快乐呀 所以要醒悟啊 只有醒了 人才能开悟 所以很多人在梦中生活着 什么都不知道 天天恶于我渣 烦恼不断 因为他在做着梦 所以要醒过来 要在人间的红尘当中 用正确的人生观 来阻止自己被名利束缚的心啊 所以名和力求不得呀 名和力只要一求 你一定就会伤心的 所以舍去名和力 那是我们学佛人的根本 所以为什么很多法师 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他们不要名不要力 自己舍去了自己的一切 他们为了能够开悟 能够成佛呀 希望大家懂得学佛 就是放下 就是舍去 这样你才会拥有更多呀 名和力 希望大家都要把它看淡 要看破 生和死也要看破 因为既然生了 你一定就有一天会死去 所以一个人要看破 我们不怕死 因为我们知道 人不会死的 就算肉体离开了 其实我们的灵魂 真的是永远存在的 台长告诉你们 你们睡觉的时候 身体是不是不动了 但是你们的灵魂 是不是可以到东到西呀 有时候开心的笑出来 有时候伤心的哭出来 是不是你们的身体没有动啊 告诉你们 这死后就是这样的 身体不动了 灵魂照样享受 有的照样痛苦 台长今天希望你们学佛 就是要把这个灵魂修好 等到我们肉体不动 像睡着一样的时候 我们照样在天上 行走如飞 看美妙的世界 所以要懂啊 不懂就会怕死了 实际上人不怕死的 名利如佛云啊 名利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 刚刚还在 过一会儿它就过去了 今天有明过几天 退休了没有明了 今天有利过几天用完了 利又没了 哪来的名利啊 刚刚看见这朵云在这里 过一会儿它就飘过去了 希望大家懂得 明利如浮云 生死如太阳 因为生的时候 就是太阳升起的时候 等到要下山了 这个太阳就看不见了 但是不要伤心 太阳会看不见 因为它照样会在明天的早上 冉冉升起 照耀着世界每个角落 所以生命长存啊 希望大家要真的相信 就像刚才台长天天在呼喊着 希望大家要相信 真的有菩萨在啊 你们看不见了 台长真的看见 我就是告诉你们 你们一定要相信啊 菩萨在这么救我们 拉这个手 为什么还不相信 信一定会有啊 不信就没有了 台长告诉你们 很多事情你相信了 你就能看到 你不相信你一定看不到 昨天 前天吧 台长刚到晚上就来开光 结果呢 台长开光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看见 观世音菩萨来了 我这里呢 就给大家念一小段 亲爱的卢台长 我来自浙江绍兴 叫于求云 在昨天晚上 卢台长开光 用手打开门时 我看见观世音菩萨 身着着白纱 脚踏着莲花 非常的漂亮 身高两到三米 缓缓地从天上下来 整个舞台围绕着白云 手拿镜瓶 用杨柳枝 撒向了佛友 就是在这里 整个会场 整体佛在白云上 当台长拿起话筒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和台长 合二为一 卢台长说的话 就是观世音菩萨说的话 浙江绍兴 我听说绍兴的酒蛮好的 但是我们学佛人不能喝 最好把他泡脚 其实人活在世界上 真的要懂得克制自己啊 一个人没有戒律 一定会犯法 在天上有天律 在人间有法律 在地府有地律 现在的人克制心很难 很难的 想一想 一个人怎么能克制自己啊 根本克制不住啊 想吵架的时候就吵架 憋不住了就难受 台长说 人真的现在克制力一点都没有 连自己肥胖都控制不住 还能控制什么啊 拼命地吃 我曾经讲过 要看一个人 能不能有控制力 最好的方法呀 就是啊 带他到自主餐 他一进去 他就不能出来了 吃了一盆又一盆 吃了一盆又一盆 然后呢 看到最后 哇 还有蛋糕 哎呦 还有水果 撑到这里 走出来了 没讲几句话 鼓 全突出了 所以人的贪心啊 那是最麻烦的事情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位佛友 问台长 有一位台长 佛友问台长说 我现在已经是单身了 卢台长 我现在是单身了 折磨了我这么多年的婚姻 我放下了 我现在已经是单身了 我要怎么修啊 他问台长 台长跟他说 放下 他说台长啊 我已经放下 没有婚姻了 我还放什么 台长告诉他 你一见到我 你就提婚姻 而且你还说 这么这么多 折磨我这么多年的 婚姻 就说明你根本没有忘记 而且他的表情很痛苦 我说你这叫放下嘛 你要是真的放下 你应该走到卢台长面前 卢台长 我应该怎么修啊 没有婚姻了 结束了 为什么还要重提啊 电影 长龙卧虎当中 有一句话 说得很精辟 当你紧握双手的时候 你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当你打开双手 这个世界都在你的手上 当你紧闭着自己的心 你什么都不会拥有 当你敞开你的胸怀 迎接大自然 迎接所有的善缘和善事和善因 善果 你将拥有着宇宙啊 学佛人要懂得 紧闭胸怀 你会得自闭症 所以一个人不常讲话的人 晚年就会得自闭症 一个小孩在家里 经常不愿意跟别人沟通 这个孩子就很容易得自闭症 所以要放开自己的心灵 接受美好的事物和人 你将拥有他们 学会放开胸怀 你会一直活在希望当中 有希望就会脱离绝望啊 有一位佛友刚学佛 他痛哭流涕 找到了观世音菩萨的妈妈 这个佛友啊 哎 真的 现在的人啊 懒啊 你们听我讲下去啊 还有理由啊 他开始找到心灵法门 拜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观世音菩萨妈妈呀 许愿 我每天早上 一定五点钟就起来念经啊 我会念到六点半了 到处去跟人家讲啊 我五点钟起来 我念到六点半了 到最后 自己爬不起来了 人家问他 哎 你怎么早上 现在不起来念经了 他说 我已经能够在梦中也能念了 真正的 把一种善良的行为 学佛人叫善行 能够行持到终生的时候 就是我终生 我都是这么在做的时候 你才会体悟到 我们学佛人讲的 佛法和言行合一啊 人的佛法和言行要合一啊 学佛人要把无我的观念 升职在自己心灵的深处 因为你们的心中一定要觉得没有自己 我经常讲 一个没有自己的人 他就拥有了整个的人类和世界 经常去帮助别人的人 没有自己的 想一想 当年的雷锋 也是帮助别人 没有自己啊 所以一个能够整天为别人想的人 这个人一定是无我之人 菩萨就想着众生啊 观世音菩萨天天想着我们啊 想一想 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开光 他还从天上下来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以为 哦 观世音菩萨下来了 很快 也是有一段距离的 也是一种时光啊 光束啊 现在这个时代叫光束时代 就是光子时代 过去呢 叫原子时代 所以光束要比原子要快很多的 你们来问我好了 我什么都知道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能够放下自己 你们如果全部看到的话 我们肯定是 哎呀菩萨 师父是看惯了 看多了 所以我就这么一直在磕头 所以昨天又有人看见 我希望你们看见不看见 没有关系 你们的心中要直上观世音菩萨 台长 要告诉你们 经常去服事 蒙蔽自信光芒 什么意思啊 经常去插 蒙蔽自己自信光芒上的自私自利的行为障碍 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们本来很善良的 对不对啊 我们小时候都很善良 恐龙三岁就懂得让离了 这些都是善良的事情啊 对不对啊 但是我们现在越长越大 怎么会变得越来越自私了呢 就是蒙蔽了我们自信啊 人的善良心越来越少 而人的恶心越来越多 哪里来的 那是贡业啊 因为长大之后 一到社会上 各个都是为自己 各个都是这么自私 你不自私 你就不能活着 所以要找一块净土啊 临时的净土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啊 大家发喜充满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天 你们大家五十年后 六十年后 我们都能在天上见面 那种发喜啊 哎呀 浑身没有病的 你们知道吗 没有伤痛的 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啊 一拉朵云过来 踩在脚下就过去了 你叫个taxi也没那么快啊 所以很多人说 人人都说天上好 真的天上好 你们没去过呀 就像人家告诉你 有一个地方 风景好得不得了呢 你去过吗 仙境 很多仙境 你们去过吗 没去过呀 都想去 要努力呀 明白了吗 台长告诉大家 自我观照 什么意思啊 自我就是经常自己 看着自己 我做错吗 叫观照 我照着自己 我有没有跟菩萨不一样啊 叫自我观照 自我圆满是什么 你做的事情 圆满不圆满啊 啊 理性与情感的平衡 非常重要 理性是什么 理性就是 我对事物的理解 非常非常的正确 平衡是什么 这个事情对我来讲 有没有和别人 有没有和别人沟通 能够产生一种平衡的感觉 所以身心与责任的平衡 自己做出来的事情 有没有负到责任呢 心里也要平衡 付出与得到的平衡 我今天付出很多 但是我得到很少 你也要平衡啊 有一个做生意的人 他付出很多 最后他得到很少的钱 但是他心里平衡啊 他觉得我得到 只要赚到了 我就可以了 我不在乎多 就是他这个心里 人家跟他一直合作 生意越做越大 最后赚到他都赚不动了 这就是平衡产生的效应 希望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心要平了 有很多老人家说 我今天还活着 我赚了 我不想再怎么样 有这个机会 我就好好活 没这个机会 我也无所谓 但是 这是普通的凡人所说 台长告诉你们 其实你们每一个人的命 都在天上和地下掌握当中 算命算命 你们去看 只能算命 不能算运的 所以很多人说算命 没有说算命运的 你们记住了 算出来的命活七十岁 不一定活得到 因为人生有很多的结束 这些结束 实际上就是考验你 人生每一段时间走过的路 你走的是善的还是恶的 给你延长 给你缩短的 所以 大家看过了凡视讯 了凡 原了凡先生 本来算命 只能活四十岁 说他膝下无子 最后他活了七八十岁 子孙满堂 因为他放生 他许愿 他念经 他也度人 台长告诉大家 学佛可以学到 让一个人来约束自己 要懂得不发脾气 就能约束自己 尊重真理 因为这个事情是真理 我必须要相信他 敬畏因果 我看见因果 非常的怕 因为众生是先做 不管后果 等后果来了 才害怕 菩萨是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 已经考虑到 什么样的果 所以菩萨不会去做 这就叫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所以可以让 因为敬畏因果的人 可以让这个社会 充满着和谐和宽容 师父 今天 跟大家讲 每一次 总是要给大家听一点录音 因为 有一个人 台长指出他晚年肺会出问题 他就已经感觉到呼吸困难了 头晕 台长还看出他有两次感情 已经谈过一个了 他呢 听众马上承认已经被骗过一次了 他还被骗了十万 十多万块钱 台长指出他爱慕虚荣 因为台长看出 骗他的那个男人呢 长得很好看 台长还看出他血脉不合 手脚冰冷等症状 下面给大家播送一下 谢谢 师父帮我看一下图层 我是1985年的属牛的 我想看一下我的身体 肺以后晚年会有问题 因为现在经常经常觉得呼吸啊 有时候很困难 对对 小姑娘你知道吗 你的血啊 就是在胸部到脖子以上 血非常的厉害 也就是说 你经常会觉得有点头晕 对啊 头晕头痛啊 还有感情要当心啊 感情命更当中感情有两次啊 你谈过一个啊 谈了时间不长 对 之前被骗了 被骗了十多万了 对 你们呢爱虚荣 你刚才说这个男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图层了 这个男的长得蛮好看的 听得懂吗 对对对 很厉害 我跟你说 血脉不合 因为我看见你 手和脚比较凉 经常冰凉 对 对对 特别冬天呢 我的脚很冷了 感恩师父啊 感恩师父 昨天我就不能说了 因为今天都是弟子 还有佛友 都是学佛人 因为昨天有很多 还没开始学佛 希望大家多多去度他们 所以学佛要越学越精进 如果你今天学到后来不精进了 那么你就慢慢的会倒退 大家都知道爬山越爬越累 对不对啊 很多人说学佛怎么这么累的 哎呀你有这么苦吗 我问你真正能上去有几个啊 不容易啊 所以要精进啊 真正能够读到研究生 读到博士生有几个啊 一般的中学小学都可以啊 所以修心要 心要越修越明亮 然后做人要做得像人 境界要越修越像菩萨 修心人会得到智慧 很多人说过去我傻傻的 为什么念了经之后 我会变得 哎很多事情我都明白了 我都懂了 为什么 经文啊 是菩萨的智慧啊 你读了菩萨的智慧 不变聪明 也会聪明啊 所以做善事的人 基福德 今天你不停的做这个善事 做那个善事 实际上你就在基福基德了 所以要西福啊 西福什么知道吗 吃饭不要浪费 衣服不要买得太多 什么都要西福啊 因为西福的人 他福气会绵绵流长的 所以会长福气 西福的人会长福气 人的祸福 实际上祸也好 祸也好 都是由你心里造成的 你今天心里不平衡 你很快就会有祸了 为什么 我就是恨他 恨他 讲他 讲到最后有一天 他就跟你真的 闹起来了 所以众善者善人 众恶者恶人 今天的痛苦 是长期中恶的果呀 所以很多人 今天还在中恶果 所以他会一直痛苦的 我们今天所承受的 所有的苦痛 都是我们过去造成的 不怪别人 怪自己呀 所以在澳大利亚 有很多的女士 她们生孩子的时候 还抽烟 还喝酒 最后生出来的孩子 是怪胎 天天看着孩子流眼泪 这个果 是谁弄的 你怀孕了 你还要喝酒 还要抽烟 这就是你自己造的因 才换来的果呀 希望大家知因懂果 懂因果 本身就是一个智慧 苹果公司的老板 乔布施 他曾经提倡 保持饥饿的身体 保持愚蠢 其实他没有讲到位 用我们佛法界讲 要保持一种求知的欲望 他说保持饥饿 保持愚蠢 他认为知识的富有 财富和人脉的富有 也就是说 当你拥有一些知识了 你有些钱了 你和很多人 都是好朋友的时候 往往会窒息一个人的灵魂 也就是说 你已经满了 再好的东西 进不了你的脑子里了 就像一杯水 已经倒满了 再好的饮料 你想吃也进不去了 所以 而唯有保持物质和精神的饥饿状态 这是乔布施讲的 他意思说 保持还有自己不知道事情的愚蠢 也就是说 一个人要不断的去进步 去求知 所以一个人 很多人做生意 当电脑开始实行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电脑 而公司倒闭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 和现代的公司做生意 所以才会制造出本性不断的创造力 当一个人能够不断的引进新生事物的时候 他才不断的拥有一种创造力 台长告诉你们 学博人用乔布斯这几句话来说 就是要如鸡四可的学习佛法 保持不懂求知的状态 才能学到更多的佛学知识 很多人跟台长一接触 满口说佛法 台长一直在听 我还记录 当我要跟他讲的时候 他就看手表了 他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要记住 不能让自己觉得很满 自己满了 就觉得自己拥有了 这个时候很多好的东西 你就不能接受了 夫妻吵架也是 对方都不肯听对方一句话 你有本事 你今天我听你老婆到底骂我什么 你可以从中受益匪浅啊 因为老婆平时不敢骂的话 只有在发脾气的时候 他全敢骂的 人有时候根本不知道 自己平时的所作所为啊 等到他一骂的时候 我这么自私吗 我从来不给他买东西吗 他过生日的时候 他说我都没有理过他 早上没有怎么 没带他出去 花也没买 哎呦 一想 对呀 我真的要当心啊 你看老婆他什么都记着 这些小事都记着 哎呦 我大大咧咧不行 我得改变自己 要听人家的呀 你说说你这个人很自私 你别跟我讲 你比我还自私呢 你说说看谁自私 两个人 不自私 能结婚吗 学佛要学得快乐 要学得相互理解 所以就会越来越好 我们不能让自己功高我慢 就是不能骄傲 不能骄傲 因为你们知道 每个人都有一个本事的 你们只不过不知道他的本领而已 所以看不起人 实际上是最傻的 把自己的缘分都断掉了 今天你们知道有多少人 本来在海外 在家里 没人帮助他 就是锅台饭 煮饭 锅台烧饭 学了心灵法门 认识这么多的佛友 相互帮助 有什么事情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那不就是人缘吗 有的人缘 才有财员 有的财员 才能团圆呢 那么人缘怎么来的 人缘是靠着善缘 善缘怎么来的 是广结善缘呢 所以要学呀 保持精神上的纯洁 才能接受更多的佛学的 佛法的理念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位官员 一直不喜欢他的上司 就是他的老板了 但是嘴上呢 永远是恭敬的 心里呢 你就不知道他想什么 别人都不知道的 有一天呢 他去看望他的上司 那么他的上司生病了 上司在病床上 才觉得人生啊 很短啊 他就沉重的叹息到说 哎 我们两个都老了 而且我还常常的犯病啊 我们两个当中 究竟谁会先离开这个世界呢 这位官员 谦虚恭敬的在边上说 当然是您 当然是您了 露出来了 所以学佛要真心待人 表里一致 假的会被发现 学佛人要懂得 当你希望从某种虚伪的品质 赢得更多的时候 你的内心世界 在不经意的流露之后 会让你全盘皆输的 所以很多人 假的永远是假的 记住了 夫妻也要争 跟孩子也要争 假的换来一定是假的 真的才能换来真的 你们想一想 很多人拿一点点钱 想去买一个真的名牌包 买得到吗 他的钱少 他只能买个假的 背在身上一会儿就掉了 老师大家 真心换来真心 假心换来假意 所以啊 真心 真意 假情 假意 这是行不得的 所以学博人 想到天上 做菩萨 没有一个真心 菩萨不会见你们的 常常原谅自己的人 是得不到菩萨的原谅 大家知道吗 经常碰到一点事情 哎呦 我做错了 无所谓的 这有什么关系 菩萨不会原谅你 一定要经常要懂得 理解平凡是生命真正的价值 我们今天很平凡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我是一个人 你也是一个人 菩萨也是由人成佛的 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有的人真的很傻的 一辈子为名为利 台长在每次法会上都说到 啊 那个 那个 很多的名人 啊 比方说 觉得自己当年怎么有名 怎么有名 但是到过世的时候 他也知道 什么都带不走 你们知道秦始皇吗 啊 他搞的兵马俑 每一个兵马俑都栩栩如生 就是他 想把这些人 以后都能够带走 所以他就按照每一个人的脸 给他们造了一个兵马俑 实际上 人永远带不走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 因为我们到人间来 我们就是来借这个世界 来走一遭的 我们什么东西都是借来的 房子借来的 爸爸妈妈借来一个身体 什么事情都是借来的 连我们的钱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太太都是借来的 大家都知道 太太借的还得最快 很多人一吵架 太太就跟别人心了 所以不要以为 我娶了这个太太 永远是我的 我就对他怎么样 怎么样 我可以告诉你 你对他怎么样 怎么样 他就不对你怎么样 你就没怎么样了 当年征服欧洲的凯撒大帝 征服了非洲 亚洲 欧洲 明正四海 不得了啊 他死的时候 他跟下面的侍从说 你们把我放在棺材里 的时候 把我两个手放在外面 那个侍从就跟他说 凯撒大帝 为什么 我要让全世界 跟我一样 自以为能够征服 这个世界的人 看一看 伟大的凯撒大帝 最后死的时候 也是两手空空啊 师父要你们懂得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不要去争 不要去贪 当别人为名利 在争夺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平凡的人 我们不争不抢 我们是学博的人 这就是境界的不同 如果你们今天 还有很多人 在今天这个地方 还你争我夺 你推我抢 我告诉你 你一定上不了天 你上哪里啊 上去是上的去 上的是这个大楼的电梯 上去了 但是过一会儿 你又要下来了 我们学博人要真正的上去 要有境界 而不能下来 学博就是痛挖自己的病根啊 所以师父为什么有时候要非要讲你们这么严格呢 因为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根啊 恶根啊 而且你们想一想 你们一辈子做错多少事情 你们伤害了多少 你们的父母亲 你们的各种各样的缘分 想一想 你们对父母亲够孝顺了没有 想一想 你们做错了多少事情 杀过多少谎啊 你们的感情是真的吗 想一想 好好地挖一挖自己 把自己心中的不好的东西 全部给我挖光 你这个时候 就是佛法讲的叫 自空无碍 无所攀缘 这个世界上 不管什么事情 我都不去攀 无所谓啊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大家来 借一借的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这么多的人聚在这里 我们是来旅游的 或者来开法会的 我们不会永久地待在这里 所以当我们走的 难道你们这两天住的酒店 你们还要换一个冰箱 换一个床 还要多加一点 因为这是零食来的 所以要懂得 我们离一切苦恶 就是要无所贪 不贪的人才会离一切苦恶 无有恨才会远离吃 一个人不去恨别人 就不会愚痴 想一想 多少人 不就是因为恨了 才做出傻事吗 很多女人把男人抛了 这个男人恨之路骨 他就想一个办法 把他引出来 最后用消枪水 把他连回了 你不要 我也不会给别人 这就是愚痴 最后判刑 所以一个人的恨 一定会愚痴 你们要知道病根 由要求太多开始 台长告诉你们 病根 恨的病根 愚痴的病根 是要求太多开始 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 没有什么要求 无所谓 今天把我放在这里 就这里 放在那里就那里 你今天叫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你无所求 你才有所得呀 有一些人说了 卢台长 我要求真的不高啊 我什么都放下了 我现在唯一的 就是一点点要求 你帮我看看好吗 我这个大房子 能不能买得下来 在六十年代 美国的海关 有一批被没收的自行车 那个时候叫脚踏车 自行车嘛 他决定拍卖 在拍卖会中 每一次叫价 总有一个十岁的男孩 他一伸手 人家问他 多少五块钱出价 然后大家望上身 他就看着别人 把自行车 从三十元到四十元的时候 买走了 大家想想六十年代啊 三十美元 四十美元 买一辆自行车 拍卖休息的时候 这个拍卖员就问 为什么小朋友 你不能出高一点的价呢 这个小男孩说 叔叔我没有钱 我只有五块 但是我非常想要 有一辆自行车 拍卖会在继续当中 小男孩还是每一次 第一个举手出五块钱 最后都被人家卖去了 很多人都注意到 这个小男孩了 等到最后一辆自行车的时候 这辆自行车 车声如新 而且是多排档的 夜间还有闪光的装置 拍卖员说 有谁出价 有谁出价 问了 所有的人都不讲话 都希望小男孩说 举手出五块钱 结果没人举手 没人喊价 小男孩也不讲话 最后拍卖员主席说 这最后一辆车 卖给穿白球鞋的小男孩吧 会场鼓掌 这不是拍卖行啊 有没有搞丑啊 台长说 那是当时的会场鼓掌 小男孩拿出仅有的五块钱 感动着 带着灿烂的微笑的眼泪的眼睛 生命中 不完全是靠争斗得来的 胜过别人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争斗 压过别人 有时是一种坚持啊 不肯舍弃的人 就是一种决心 我们要感动众生 很多人去度人的时候 就不停的去度他 永不放弃 最后把家里人就度到了 所以要感动众生 我们虽然刚刚这个故事 看到了那么多 不愿出嫁的 善良的人 都做了一些感动众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学博的人 要感动别人 别人会加持你啊 让你成正国 这就是佛离不开众生的原因啊 你们都是菩萨的孩子 多多的去帮助别人吧 众生多少人需要帮助啊 有很多人跟台长说 如果这个最近刚刚死掉的 33岁的女歌星 她懂得心灵法门的话 她可能就不会走了 同样也是乳腺癌复发 我们有一个佛友 就是复发了之后 她闻到佛法 许愿念经放生 很积极的 只有两个星期 癌症细胞指标 全部没有了 所以不要被外层索染 视为净啊 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不要被外面的环境索染 人家在自私 你也自私 人家做坏事 你也做坏事 你一定会被外层索染啊 就不干净了 所以你不为外物所动 是净 外面不管怎么样 我已不变 应万变 这叫安静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说 气即胜 大家记住了啊 这很重要的 一个人的气 不要太胜 就是不要太大 火气不能太大 中国中医经常说要调理 心记满 心不能觉得 什么都有了 牛都不得了 财记录 财记录就是说 我的才华和我的钱财 不要露出来啊 想一想 印度尼西亚 很多的 每一次的排华当中 都去抢那些 有钱的人啊 华人啊 所以 有些人真的有钱 藏起来 外面还是破破烂烂的 他们那些人一看 很穷啊 不抢了 所以财啊 属英 不要漏 所以很多人在 公众场合 买单的时候 挖拿出来一叠 多少钱呢 刚刚出门 就被人家 挖一下抢走了 所以 大家记住 公正 才会伸出 明白心 一个人很公正 这个人心 一定是很明白的 明白吗 诚实 会伸出 朋友 这个人只要 很诚实的 对人家 朋友越来越多 嫉妒 会伸出 恨 恨 会伸出 恐惧 恶念 恶念 会伸出 失误 会 做成 人生 大错 错 就会 伸出 悔恨 那个时候 就要念 礼佛 大 大 忽悔 人 人间 是 人道 众生 在迷茫 当中 生活 所以众生 会做出 太多的 愚痴 的事情 使他们 痛苦 不堪 所以 学博人 不能因为 别人的愚痴 人家的愚痴 给自己 带来烦恼 想一想 他骂你 他做错事情了 你恨 你不是给自己 带来烦恼吗 因为他的愚痴 给自己带来烦恼 值不值得 你知道他是在愚痴 你为什么要烦恼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如果把你们带到一个精神病医院 去参观 参观当中 突然很多精神病人出来指着你骂 你会跟他吵架吗 所以在家里 你们也试试看 吵架的人 脑子有毛病 不吵架的人 脑子是干净 所以脑子有毛病的人 就是精神病 当然 很多人吵架的时候 控制不住自己 哎呀 我难受啊 我一定要吵 台长告诉你们 吵 没关系 一个吵了 一个不能吵 他吵了 你要让 他吵了 你要让 要懂得 今天家里着火了 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处理 家里只要吵架了 赶紧第一步 要离开火场 第二步 再想办法灭火 所以当你知道自己迷惑的时候 并不可怜 人迷惑的时候 当你不知道自己迷惑的时候 你一定会颠倒梦想 做错事情 这才是最可怜的人 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做些什么 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 那才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在上古时代 皇帝带了六位随从 到贝赤山 见大魁 在半路迷路了 皇上带了六个人迷路了 他遇上了一位放牛的木桶 放牛娃了 这个木桶 皇帝就上去问 小童 贝赤山往哪个方向啊 木桶说 知道啊 他就手指的那个方向 皇帝问 你知道大魁往哪里走啊 知道啊 皇帝吃一惊 我随便随口问了 你年纪小小 什么都知道 那你知道如何治国平天下吗 这个木桶说 知道 王帝说 啊 说来给政听听呢 这个木桶就说 啊 治国平天下 就像放牧一样的方法 只要把牛的劣根性去除 一切就平定了 一个人想家庭平安 只要把人的劣根性去掉 想要孩子好 要让孩子的不好的习惯 把他去掉 治国平天下也是一样 皇帝很赞赏 后生可畏 原以为他不懂 但生活中的道理 能理解 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实际上 啊 一曲同工之妙 我们心中 如果装满着自己的看法 和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到别人的真心话 所以想听到别人真心话 就要放下自己心中的各种不一样的想法 学佛前 看谁都不顺眼 学佛后 看谁都会顺眼的 你们不幸试试看 还在看别人不顺眼 就是学佛没学好 而且苦了你自己 整天让自己不开心 学佛人要懂得 不必和因果去争吵 因果从来不误人的 他是定律 众瓜 一定得瓜 众豆 一定得豆 众善缘 一定得善因 众恶缘 一定得恶报 有一个弟子打电话 反映这个同学去心灵访问之前 到庙里上乡 和一位同修呢 师同修有过一面之缘 这位同修呢 一直有颈椎病 天天打针也不见好 有一天呢 痛得不能睡觉 观世音菩萨来了 跟他说 让他去对面的小区啊 就菩萨直接点话他 到对面小区 找一个姓 师田方的人 说他可以帮你 你看观世音菩萨 这个人啊 其实就是一面之交 然后呢 同修真的去找了 原来真的有这个人 就是之前在庙里 见过那位师同修 同修很开心 把法宝请回家 看到法宝金光四色 然后颈椎就不痛了 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还有一件很发喜的意见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同修 之前不知道心灵法门 每次都到庙里烧香 有一次在庙里认识 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 并且就知道这位同修 姓石 就直接了这一次面 然后他本身有颈椎病 天天到医院打银针 都不见好转 有一天晚上 颈椎病痛得不能日睡 后来观世音菩萨 来了跟他说 你住在对面小桌 楼房住的石铁花 他能帮你 醒了以后 他想顿时一下 然后就问到同修的家 到同修家看到 填写小黄字上面签字 果得如此 就是观世音菩萨 告诉他的名字 然后请了一些 心灵法门的法宝 拿回家 放在家里的柜子上面 看见五月六岁的金光 就在黄树的地方 当天晚上警觉不通了 他就是心灵法门 您的不得了是正方 现在也是你的地址 你看看 你看看观世音菩萨在梦中 观世音菩萨在梦中 告诉他 叫他去找谁 对不对呀 就在对面的房子 就是那个名字 结果后来他就 他就去找了 找了一看就是那个名字 所以观世音菩萨点话 他叫他好好念小房子 好 感谢师父 感谢师父 就谢谢师父 台长告诉大家 学佛 是你的福 一定要记住 慈悲 是你的根 宽容 是你的物 人禄 是你的德 精进 是你的心 成佛 是你的愿 我们人算不如天算 人在做 天在看 你只要重阴 一定会有果报 心像电脑的内存的 Soft 那个Microsoft 那个内存 你做过了善恶之事 它就会在这个电脑里面 有储存 一定会有积累 有的会进入你的内心的 八十天中 这就洗都洗不掉的 所以 只要进入深层意识 你就重阴了 一旦触碰到 你马上就会有潜意识的反应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你做了一件非常恶的事情 你只要一想到这个事情 马上就会在你脑子里出来 所以当你死了之后 到了阎王老爷这里 老爷 你做过什么事情啊 啪 这个就东西出来 所以 进入深层意识 就洗都洗不掉 来讲 告诉你们 一个故事 在法庭上 有一个人被控谋杀 控谋杀 所有的证据 就足以定期死罪 就是你 肯定是他谋杀的 但是没有找到尸体 就是找不到尸体 律师呢 帮着这位犯人呢 狡辩 说 法官大人 各位旁听 接下来的事情 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 哦 所有的旁听的官呢 都听着 那个受害人 将在一分钟当内 当中走进法庭 所有的法官 陪审员 都信以为真了 所以呢 侧头呢 都向着法庭的门口 在看 看看会不会 这个死掉的这个人呢 会不会走进来 实际上呢 一分钟过去呢 什么都没有发现 其实呢 这个律师呢 他说呢 是这么说的 这个律师很厉害 他说 你们陪审员和法官 都看见了吗 啊 其实我是一个虚构 但所有的陪审员 都怀着欲区的心态 看法庭的大门 这说明 你们每个人 对本案当中 这个被告是否杀人 持有怀疑的态度 啊 所以我坚持提出 对被告 无罪判决 陪审团商议之后 决定被告有罪 这个律师很奇怪啊 诶 我来了这么一招 为什么他们都定他有罪呀 所有的陪审员 都说他有罪 结果陪审员说了 因为当所有的陪审员 和法官全看着法庭门口的时候 都有疑惑的时候 只有这个被告 他没看 说明这个被告知道 这个人 已经死了 是不可能进入法庭的 所以所有的陪审员 定他有罪 你们不要以为听故事啊 台长是讲佛礼给你们听啊 佛礼是什么 你们听得懂吗 就是人在人间经常微妙微笑的伪装 但是掩盖不住你内心真相 你内心想什么 他会进入你的深层意识 你到时候会盖不住的 所以有一句话说 你说一个谎 你要编十个谎言来掩盖他的 你晚回来了 老婆说你到哪去了 哎呀我坐车迟到了 哪个路啊 那个路全部要想好 对不对啊 所以一个人啊 再精心策划的骗局 也会有破绽之时啊 学博人 学会不妄语 勤忏悔 少解释 不要去编造谎言 我们守五界 这才是一个真心学博人啊 告诉你们 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戏 演戏要认真 不能糊涂 但是不能当真 人生是一所学校 要好好读书 拿出好的成绩 你才可以毕业 学博人 把人间要视为幻觉 但要在幻觉中 找到真我 借假修真 才能勇于战胜 人间的烦恼 犹如我们小时候看电影 我们很害怕 妈妈在边上讲了 孩子啊 这个电影不要怕 穿是假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害怕了 当时的理解一件事物的 当你理解一件事物的真相之后 你才会放下 才会不害怕 当我们学博人知道 这个世界是虚幻的 是不真实的 不能永久让我们活在这个地方的 我们不害怕了 因为我们要回到真正我们的家 那就是天上 那就是天上 很俩 天下